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3月24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互生各大指数又是一个权限调整 各大指数上午的跌幅都在一个百分点以上 成长量方面,今天上午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板块方面,我们看到今天上午 因为碳中和概念的集体降温 再叠加了昨天晚上耶伦的发言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顺周期主题是出现了一个普跌 不过好的地方是 今天上午白酒和券商是对冲了一部分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券商板块今天上午的量能终于是出来了一点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券商板块成长量是达到了289亿 按照这个节奏 券商板块今天的成长量有望达到400亿的水平 并且如果说券商板块可以保持这个量能水平的话 那么券商板块这波反弹有望可以再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今天上午白酒和券商的表现 还不能够完全对冲大盘再次探底的压力 所以指数现在还是在一个探底的过程中 那么这就是今天中午的内容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刘炎 真的很即可